为了提供青年学子了解自身文化机会 卓西乡公所在伊陆干布农部落 环境教育中心举办了113年度 布农族青年传统歌谣培训及属席文化营 卓西乡布农族青年传统歌谣培训及属席文化营活动 吸引乡内25位国中高中大专学生报名参加 课程共计有6个小时 分别进行书果、穿着、日常用品沉浸式族语教学 以及布农族歌谣培训等 传统歌谣培训课程 我们特别邀请花莲教区卓西乡 唐区马斯林合唱团的团长李中祥 教授学子们布农族 巴西布布的文化内涵与歌唱技巧 以及零版歌 布农族青年传统歌谣培训及属席文化营活动 是一场最有布农族文化传承的活动 希望让学子们熟人布农族语言文化跟智慧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